萌蜜集军,昨天半夜我正在睡觉,我表妹突然一个电话就把我给震醒了,晚餐焦急的给我说,大宝就没办法和我们一起睡了,我就担心害怕因为小宝的到来,影响了大宝和我们的关系。 你说我到时候应该怎么办?我说,这有啥好难的,看看我们家隔壁萌萌妈妈的做法,你就知道如何是好了,她的方法可让大家争相模仿了,让我们暂口不绝。 她是这样安排的,她认为大宝和二宝是应该一起成长的,不能够因为小宝的到来,就把大宝晾在一边,所以她决定让大宝继续跟着自己睡,然后在旁边给小宝压一个婴儿床,毕竟小宝还小,不会和大宝整床睡。 然后她们趁不住小宝期间,积极给大宝做思想工作,让大宝慢慢接受小宝,她们以后的关系自然会很融洽。 另外,她这样做还考虑到小宝太小,也不是以晚上睡觉和大人睡一起,容易发生危险。 所以,她就想到了这个办法,其他家常也可以跟着学一学。 其实,说到让大宝和二宝跟谁睡的问题,如果家长不像有太多后顾之忧,完全可以让孩子从小就自己单独睡一个床。 国外很多专家都建议,应该从小就给孩子温床睡,可以给妈妈减少很多麻烦。 就比如说,一,从小就培养孩子的独立性,让孩子不过分依赖家长。 习惯是一种很神奇的事情,如果家长从小就给孩子分床睡,孩子自然就会接受不和爸妈睡在一起的事实,更不会过度依赖父母,而且还能够建立良好的自我安全感。 尽早就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,摆脱对父母的依赖,拥有较腔的独立意识。 二,从小就给孩子分床,能更快地给孩子分房,虽然很多妈妈都希望自己可以陪伴孩子久一点,但是孩子总有一天要自己长大,就算是不舍怕,也要给孩子分房睡。 二,因为孩子再大一点,出现性意识的时候,你们夫妻做羞羞的事情,被孩子发现时,就会对孩子产生一定的影响,有可能会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,或导致孩子心找熟。 不离于孩子身心发展,那家有几个孩子,他们是和谁一起睡觉的? 孩子到底在哭什么?孩子拉肚子是消化不良,如何判断孩子是否该不该了? 孩子挑食不吃饭是什么原因?一次真的必须断奶吗?宝宝怎样才能长到些? 如果你有这些育儿困惑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